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和大家一起開箱 開箱的是奶茶貓 不是這個才對的 Switch HDMI cable 我們有請夫人幫手打開看看 這一塊是電源插頭 可以幫Switch充電 奶茶油在吃膠 這一條是傳輸線 分別是HDMI version 1.4 以及兩個Type-C 說回一塊HDMI 雖然不是最新的Version 2.1 不過Version 1.4 用來玩Switch肯定是綽綽有餘的 因為如果你強行用最新的製式 就反而增加了生產成本 你買得貴可能還懂得奇返 這條線在台灣生產 所以它的電源插頭 我們就看到是一個兩腳扁形 如果我們要在香港用的話 就加上這種旅行插頭 那就OK了 旅行這個詞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很陌生了 電壓方面我們是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這條Switch HDMI cable 全球通用 100-240V 較長那邊Type-C 就用來接駁上Switch 大概有1.5米長 而較短那邊Type-C 就可以接上充電器 大約1米長 來簡單示範一下 接上這個電源 然後HDMI 接上電腦螢幕或者電視 看到相當凌亂的桌面 Pizza貓貓最近看重回升了 肥了不少 大叔和夫人都放心了很多 另一邊的Type-C 就連接Switch的機身 好我們見到電腦螢幕 就有Switch的畫面 操作正常 我們有請素顏的夫人 試用一下 最近剪了短髮 還有很久都沒有更新過影片 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當你的Joycon 連接在Switch上 就不能夠操控 這是正常的 情況就好像插在任天堂 原廠的傳輸組一樣 一樣都不能夠操作 所以我們要將Joycon 拆出來才能夠操控 Switch 更多關於一條 集合畫面傳輸 加充電於一身的Switch HDMI Cable 可以在影片下方的內文 找到相關的連結 今天開箱的部分 就先到這裏 下次再有開箱的時候 再順便 和大家報導一下 家企貓貓的近況 拜拜